因为战争,英子一家离开了北方家乡,搬了好多次家,终于来到了西南的山城重庆。 英子一家就住在山上。 有一天,英子在山上玩,他看见一只小狗,也没有了家。 英子把小狗带回家,给他吃饭,帮他洗澡。 从那时候开始,小狗就跟着英子姓向,叫家家,向着北方家乡的意思。 家家每天都跟着英子。 英子去上学,他就在学校门口等。 英子下课了,他们就一边走一边玩。 满山黄色、红色、白色、蓝色的小花,阳光真好。 在这里,英子和家家一起过了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。 又一个春天、夏天。 战争结束了,英子一家终于可以回北方了。 但是,北方那么远,要先走很久的路到城里,再坐五天的船, 然后,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,最后还要坐两个小时的汽车。 爸爸对英子说,我们把家家送给罗阿姨吧。 送走家家的那天,英子很难过,他不想说再见。 他觉得像离开了自己最好的朋友,最爱的弟弟。 在城里,三天过去了,爸爸高兴地告诉大家, 我们有船票了,明天就可以走了。 全家人都高兴极了,英子却大哭起来。 妈妈知道为什么,她说, 女儿,你看,船上、火车上人那么多,环境那么差, 家家有了新家。 有罗阿姨照顾,不是更好吗? 而且我们现在正困难,北方的家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 英子哭了, 家家不是我们的家人吗? 家人不是应该高兴时在一起,困难时也在一起吗? 有我们的地方,才是家家的家呀。 妈妈也哭了。 爸爸带着英子走了一个晚上的路, 回到山上找家家。 晚上,月亮很大,很亮。 还没到罗阿姨家, 他们就惊讶地发现, 家家睡在他们以前的房子门口。 她瘦了好多, 看到他们, 家家高兴地跑了过来。 罗阿姨说, 你们回来就好了, 你们离开后, 家家就在这里等。 带她回我家, 她又跑过来, 带回去, 又跑过来。 这三天, 她不吃也不喝, 就一直这样等着。 英子抱着家家, 哭了, 家家, 我带你回家。 后来, 英子带着家家去了很多地方, 山西, 山东, 吉林, 辽宁, 生活有好的时候, 也有困难的时候, 但是他们一直在一起。 这是我最喜欢听的故事, 因为这是奶奶自己的故事。 我问, 后来家家呢? 奶奶说, 后来她有了自己的小孩。 我喜欢问下去, 再后来呢? 后来的后来的, 后来呢? 奶奶说, 那就是你手上抱的吉祥。 奶奶看着窗外, 黄狗阿里, 黑狗胖子, 花狗东东正在晒太阳。 奶奶看着他们, 就像小时候, 看到家家一样。 中文字幕——YK